你有發現最近身邊咳嗽 發燒的人似乎越來越多 甚至有一半以上都是確診 連基層醫師也開始試鏡 像我昨天一整天 大概抓到十四十五個新冠的病患 症狀就跟普通的感冒一樣 就算他們得到新冠 可能就是流鼻水 喉嚨痛 咳嗽 症狀輕微有人 連發燒都沒有沒第一次確診時嚴重 同一時間機關水說 台灣進入Omicron 變異株第六波疫情 光上週新增三百二十八例 中重症住院個案 比前一週兩百六十三例 多了兩成五 一來是口罩戴得不緊 那第二話大概就是 其實大家勤洗手的習慣 也沒那麼好 那人跟人也很難保持 一個很好的社交距離 過去防疫好習慣都被打破 加上口罩基因的解除 病毒更容易入侵 而台大公衛學院的教授 陳秀希的分析 Omicron JN.1的突變 只帶KP.2 慢慢成為主要的病毒株 症狀差不多 包含喉嚨痛 流鼻水 咳嗽 發燒 以及身體痠痛 少部分出現 受惠覺異常腹瀉嘔吐 不過以台灣本土疫情來看 主要病毒株 仍以JN.1為主 占百分之七十五 KP.2 KP.3 總計占百分之十三 這波疫情 因為沒有戴口罩 再上升 其實大概預計會兩到三個月 所以預計到七八月 可能會慢慢的再下降下來 擔心疫情再起 機關書和各大醫療院所也配合 從下個月開始 免費發放三百萬的快篩 試劑 讓民眾索取拉高篩檢率 另外專家認為未來病毒不排除 與其他病毒株相互作用 引起新的流行病 建議大家在冷氣房裡 要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